小迪家趁着五一放假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耶 太好了 终于可以是游乐场玩了 爸爸 我要玩滑滑梯 我还要玩过山车 还要去水上乐园玩 还要帮我拍好看照片 可是当他们来到不远处 就被一面冰墙给挡住了去了 迪家赶忙下车查看 这是怎么回事 无端端怎么会长出冰墙来呢 真是奇怪啊 迪家他们还浑然不知危险 正在靠近 哈哈哈哈 迪家今天你们跑不掉了 是炸鸡大人派我来的 今天必须要给你们奥特曼点颜色看看 不然你还以为我们怪兽好欺负 说完冰人就对着迪家父子发起攻击 一下子就把迪家他们给冰冻住了 真是太可恶了 哈哈 迪家好好享受冰棍的味道吧 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除非有黑暗能量 不然就等着被融化吧 我要去下一个地方收拾你们奥特曼了 拜拜了 可怜的迪家父子 被冻得一冻不冻 大家快发三朵鲜花安慰安慰他们吧 咦 这不是迪家奥特曼和小迪家吗 他们怎么会被冰冻起来呢 这到底会是谁干的呢 我要不要帮帮他们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 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不然有人看见我在这里的话 还以为是我把他们冰冻起来的呢 到时候跳入黄河都洗不清 等等 要是我不帮他们的话 他们会很危险的 算了 我还是帮他们联系一下 赛罗奥特曼过来救他们吧 小伙伴们 你们可千万不要给我发狗头啊 要给我发三朵小鲜花 证明一下我的清白呀 您好 您播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播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这赛罗奥特曼是在干嘛呢 怎么手机都打不通呢 看来这次我是没办法帮你们了 赛罗奥特曼也联系不上 那我就先走了 就在迪家奥特曼和小迪家绝望的时候 这时贝利亚居然又回来了 怎么办呢 我就这样走了 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呀 虽然我怕被别人误会 但是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如果我现在不赶紧帮助他们 恐怕他们就会有性命危险 算了 还是先给他们输送能量试试吧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难道是我的能量不能帮他们解开冰冻吗 贝利亚 你赶紧住手 你这是要干嘛 赶紧放了他们 真是太可恶了 竟敢伤害迪家奥特曼和小迪家 他们要是有个三长俩短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小赛罗 你误会我了 我刚刚是在给他们传输能量 我没有要伤害他们 贝利亚 你就别再狡辩了 我刚刚都看见了 你对迪家叔叔和小迪家 发射了光线 然后把他们都冰冻封印起来了 我的小伙伴们还说你改协归正了 你这个大坏蛋 你家叔叔还劝我要和你成为朋友 幸好我没有答应他 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 小赛罗 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我真的没有撒谎 刚才我经过这里的时候 他们已经被冰冻起来了 我对他们发射光线是因为我想救他们 是给他们传输能量的 哼 你这个贝利亚还真是谎话连篇 我都亲眼看到了 你还想骗我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赛罗爸爸 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然后让他来收拾你 等等 小赛罗 我真没骗你呀 算了 反正也没人会相信我贝利亚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是要把迪家他们父子救出来 算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再晚的话就来不及了 我要用我全身的能量来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打开这个冰冻封印 小伙伴们 你们愿意给我红色爱心能量 和我一起解开他们身上的封印吗 贝利亚刚说完 就汇聚了全身的能量 对着冰冻封印 发起了光线能量攻击 可是由于贝利亚 用尽了全部的能量 自己却晕倒了 不一会她的身体 就发出浓浓的黑烟 糟糕 贝利亚变成极恶形态了 我就知道 贝利亚是真的改邪归正了 她愿意用全身的能量来救我们 而自己却因为缺失能量而晕倒了 赛罗爸爸 快点 他们就在前面 咦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迪家 你们刚刚不是被贝利亚冰冻封印起来了吗 现在怎么贝利亚躺在这里啊 是啊 贝利亚怎么会躺在这里啊 刚刚小赛罗找到我说 贝利亚把你们冰冻封印起来了 所以我就赶紧过来了 赛罗叔叔 你快想想办法 救救贝利亚吧 她是为了帮我们解除冰冻封印 用尽了全部的能量 而自己却失去能量而晕倒了 你们都误会她了 贝利亚是真的改邪归正了 你们一定要相信她呀 没想到我是真的误会贝利亚了 真的太意外了 贝利亚真的改邪归正了 现在贝利亚在我心目中 我愿意给她一百分 小伙伴们 贝利亚现在在你们心目中 能得到多少分呢 我想现在的贝利亚 在小伙伴们的心目中 应该也会是一百分吧 我们还是想办法救救贝利亚先吧 于是他们找来了一辆拖拉机 把贝利亚放在了尾翼上 然后亮亮呛呛地 护送着贝利亚网光直播开去 难道他们就不怕贝利亚 在行驶过程中掉下来了 赛罗这车开得也太溜了吧 四个轮子能两个不着地 哈哈 小编要是坐在上面 怕是要尿裤子的 他们来到了诺亚修炼的天宫 小编也很好 赛罗他的车是怎么开上半空中去的呢 知道的小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但是他们的车好像卡在这个台阶上 轮子都差点着火了 还是开不上去 他们也只好下车了 诺亚爷爷 你快想想办法救救贝利亚吧 他是为了帮我们解除冰冻封印 用尽了全部的能量 而自己却失去能量而晕倒了 而且还变成了嫉恶形态 没想到啊贝利亚 居然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小朋友不要给贝利亚送狗头了 我们大家一起给他发送鲜花能量吧 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 贝利亚苏醒过来了 而且身体也变回来原来黑不溜秋的样子 这么帅气的贝利亚 你们大家喜欢他吗 贝利亚看见这么多奥特曼支持他 他很感动 原来做好事是可以得到这么多奥特曼支持的 我以后都要做好事 我现在身体上充满了正能量 那个冰冻怪还在别的城市搞破坏 我得前去阻止他才行 说完贝利亚就飞走了 这么正义的贝利亚小编 还是第一次见啊 我得给他一个大大赞 贝利亚在空中高速的飞行 很快他就来到了冰人所在的城市 你一定没有见过那么坏的冰人 只见他小手一挥 所到之处都会被冰冻住 实在是太可怕了 眼看这座城市就要被冰块沉没了 到处都是冰墙冰球冰刺 唯独没有冰激凌 这这这要是他把奥特曼制作成冰激凌 那可怎么办 如果是你 你敢吃奥特曼味的冰激凌吗 奥特曼们听到声响后 纷纷赶来查看情况 不料还来不及看清楚状况 就被冰人冰住了 难道真的要变成奥特曼冰激凌了吗 可不能让这坏人计谋得逞啊 小朋友们快给他扔狗头 好好好 看来这奥特曼小镇 马上就要变成我的蜜雪冰城了 看谁还能阻止的了我 嚣张的冰冻怪物 还浑然不知一个强大的贝利亚 正注视着他所做的一切 搞错了 再来 我相信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惨痛的代价 贝利亚一个凌空飞起 一击重拳 对准冰冻怪人就是一顿输出 打得他毫无还手之力 堂堂前黑暗皇帝本来就拥有强大的力量 现在还得到了奥特曼的能量加持 冰冻怪人估计要倒大霉了 就这样冰冻怪被彻底打贝利亚飞身来到奥特曼的身边 嗯 他便让奥特曼们站在一起 贝利亚使用奥特曼光线帮他们解除封印 经过一阵强光闪烁 奥特曼们的封印也解开了 他们还不敢相信是贝利亚救了他们 贝利亚还说以后 还要和他们一起做光明奥特曼 一起保护地球 奥特曼们为贝利亚的改变感到高兴 说今晚要请他去吃一百份臭豆腐 哈哈 贝利亚这回应该可以实现臭豆腐自由了 好了 本期影片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我 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 你愿意给贝利亚点个赞吗 我愿意给贝利亚点个赞